章节十一 哈德 爱列福 俩木 拉仪 这是一部杰文精确而且详明的经典 是从智瑞的 彻之的主将士的 你说 你们只应当崇拜安拉 我却是奉他的命令来警告你们 并向你们报喜的 你们应当向你们的主求饶 然后 向他悔过 他就使你们获得优美的享受 到一个期限 并赏赐有美得者以大量的恩惠 如果你们违背正道 那么 我的确担心你们遭受重大日的惩罚 你们只归于安拉 他对万事却是全能的 真的 他们的确胸怀怨恨 以便隐瞒安拉 真的 当他们用衣服遮盖胸部的时候 安拉知道他们所隐晦的和他们所表白的 他却是全知心事的 大地上的动物 没有一个不是由安拉担负其挤养的 没有一个不是安拉知道其住所和住藏处的 一切事物都记载在一本明确的天经中 他在六日之中创造了天地万物 他的宝座园是在水上的 以便他考验你们 看你们中谁的工作是最优的 如果你说 你们死后 是要复活的 不信道的人们必定说 这个只是明显的魔术 如果我把他们应受的惩罚 斩缓一个可数的日期 他们必定说 惩罚怎么不降临呢 真的 在惩罚降临他们的日子 他们将无处逃避 他们所嘲笑的惩罚将要降临他们 如果我使人尝试从我发出的慈恩 然后我把那慈恩夺取了 他必定失望而且孤恩 在遭遇艰难之后 如果我使他尝试幸福 他必定说 灾害已脱离我了 他必定欣喜而且自夸 但坚忍而且行善的人们 将蒙饶恕 并受重大的报仇 你或许不肯传达你所受的部分启示 而且因之而烦闷 因为恐怕他们说 为什么没有一个宝藏降于他 或有一个天使与他一道来临呢 你只是一个警告者 安拉是监护万物的 难道他们说他捏造经典吗 你说 你们是你做十章吧 你们应当涉安拉而祈祷你们所能祈祷的 倘若你们是诚实的人 倘若他们不答应你们 那么 你们当知道这本经是依安拉的知识而降世的 并应当知道 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你们是顺服的人吗 凡欲享受今世生活及其装饰的人 在今世我要使他们享受自己行为的完全的报仇 在今世 他们不受亏待 这等人在后世只得享受火欲的报仇 他们的事业将失效 他们的善行是突然的 难道这等人还不如别的人吗 他们依据从他们的主将士的名正 而且他们的主所派遣的见证者已纪纳明正而来临 在纳明正之前还有穆萨的经典 那是安拉所将次的指南和词恩 这等人是坚信纳明正的 各党派中谁不信纳明正 或欲将是谁的约定的地方 所以 你们不要怀疑他 他却是你的主所降世的真理 但人们大半不信 假借安拉的名义而造谣的人 谁比他们还不义呢 这等人将受他们的主的检阅 而见证者们将来要说 这些人是假借他们的主的名义造谣的 真的 安拉的诅咒是要家于不义的人们的 他们阻碍安拉的大道 并暗示他是邪道 而且不信后事 这等人在大地上绝不能逃避天前 除安拉外 他们绝无保护者 他们将受到加倍的惩罚 他们未能听从 也未观察 这等人是自亏的 他们所捏造的 已回避他们了 毫无疑义 他们在后世是最亏折的 信道而且行善 并对安拉表示谦逊的人 他们却是乐园的居民 将永居其中 有两派人 这一派譬如是又虾又龙的人 那一派譬如是又明又聪的人 难道这两派彼此的情况是一样的吗 你们怎么不觉悟呢 我却以派遣努哈去叫化他的宗族说 我对你们却是一个坦率的警告者 除安拉外 你们不要崇拜任何物 我的确怕你们遭受痛苦日的惩罚 但他的宗族中不信道者的贵族说 我们认为你只是像我们一样的一个凡人 我们认为只有我们中那些最卑贱的人们才轻率地顺从你 我们认为你们不比我们优越 我们甚至相信你们是说谎的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告诉我吧 如果我是依据从我的主将士的名证的 并且曾受过从他那里发出的词恩 但那个名证对于你们是模糊的 难道你们憎恶他 而我们强迫你们接受他吗 我的宗族啊 我不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索取钱财 我的报酬只归安拉负担 我不驱逐信道的人们 他们必定要会见他们的主 但我认为你们是无知的民众 我的宗族啊 如果我驱逐他们 那么 谁能保护我不受安拉的惩罚 你们怎么不觉悟呢 我不对你们说我有安拉的宝藏 也不说我知道优玄 也不说我是一个天使 也不说你们所藐视的人 安拉绝不赏赐他们任何福利 安拉是最了解他们的事情的 否则 我必是一个不义的人 他们说 努哈啊 你却已和我们争论 而且争论的太多了 你招式我们你用来吓唬我们的惩罚吧 如果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他说 只有安拉能使惩罚降临你们 如果他抑郁 你们绝不能逃避天前 如果我欲忠告你们 而安拉欲使你们迷雾 那我的忠告是无济于你们的 他是你们的主 你们只被照归于他 难道他们说他伪造经典吗 你说 如果我伪造经典 我自负我的罪责 我与你们所犯的罪行无关 努哈奉道启示说 你的宗族中处以归信者外 绝不会再有人归信你 故你不要为他们的行为而悲伤 你应当在我的亲眼关注下 依我的启示而造传 你不要为不义的人们而祈祷我 他们必定要被淹死 他正在造传 他的宗族中的贵族们每逢从他面前走过 都嘲笑他 他说 如果你们嘲笑我们 我们也必定要像你们嘲笑我们一样嘲笑你们 你们将来就知道谁要受凌辱的惩罚 谁要遭永久的惩治 等到我的命令来临而洪水从地面涌出的时候 我说 你把每种动物各拿一对放在船里 并使你的家属 除以被判决者外 和信道的人们一起上船去 只有少数人同他一起信道 他说 你们上船去吧 这只船的航行和停泊都是奉安拉之名的 我的主却是致舍的 却是致辞的 那只船在着他们航行于山岳般的波涛之间 努哈喊叫自己的儿子 那时他远在船外 说 我的孩子啊 你来和我们一道乘船吧 你不要同不信道的人们在一起 他的儿子说 我要到一座山上去躲避洪水 他说 今天 除安拉所怜悯的人外 绝没有任何人能保护别人不受安拉的惩罚 波涛隔开了他俩 他就被淹死了 有人说 弟啊 急干你上面的水吧 云啊 散开吧 于是洪水退去了 事情就被判决了 船停泊在朱蝶山上 有人说 不义的人们已遭毁灭了 努哈祈祷他的主说 我的主啊 我的儿子是我的亲人 你的诺言是真实的 你是最公正的判决者 主说 努哈啊 他的确不是你的家属 他是作恶的 你不要向我祈求你所不知道的事情 我劝你不要自居于愚人之列 他说 我的主啊 我求必于你 以免我向你祈求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如果你不饶恕我 不怜悯我 我就变成窥折的人了 有人说 努哈啊 你下船吧 从我发出的平安和幸福 将要降临你和与你同传的人的部分后裔 他们的另一部分后裔 我将使他们享受 然后 他们将遭受从我发出的痛苦的惩罚 这是部分悠玄的消息 我把它启示你 以前 你和你的宗族都不知道他 故你应当奸人 善果归于敬畏的人们 我却以派遣阿德仁的弟兄忽德去教化他们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应当崇拜安拉 除他外 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 你们只是造谣者 我的宗族啊 我不为传达使命而向你们索取报仇 我的报仇只由造化我的主宰负担 难道你们不理解吗 我的宗族啊 你们应当向你们的主求饶 然后皈依他 他就把充足的雨水降给你们 并使你们更加富强 你们不要背离 正道 而犯罪 他们说 忽德啊 你没有招式我们任何名正 我们绝不为你的言论而抛弃我们的神灵 我们并不信任你 我们只想说 我们的一部分神灵使你发狂 他说 我求安拉作证 你们也应当作证 我对于你们所用以配安拉的偶像 却是无干的 你们群起而谋害我吧 而且不要宽恕我 我的确脱靠安拉 我的主和你们的主 没有一种动物不归他管辖 我的主却是在正路上的 如果你们违背正道 那么 我却已把我所奉的使命传达给你们了 我的主将以别的民族代替你们 你们一点也不能伤害他 我的主却是监护万物的 当我的命令降临的时候 我已从我发出的词恩拯救了忽德和同他在一起信道的人们 我使他们免遭严厉的刑罚 这些阿德人曾否认他们的主的迹象 并抗维安拉的众使者 而且顺从每个顽固的暴虐者的命令 他们在今世和复活日 永遭诅咒 真的 阿德人却已否认他们的主 真的 阿德人 忽德的宗族 愿他们遭受毁灭 我却已派遣塞莫德人的弟兄撒利哈去教化他们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应当崇拜安拉 除他外 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 他用地上的土创造你们 并使你们在大地上居住 故你们应当向他求饶 然后你们向他忏悔 我的主却是临近的 却是有求必应的 他们说 撒利哈啊 以前 你在我们中间是众望所归的 难道你禁止我们崇拜我们的祖先所崇拜的偶像吗 我们对于你用以号召我们的事却是在令人不安的怀疑之中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告诉我吧 如果我是依据从我的主将士的名证的 并且他曾将从自己发出的慈恩赏赐了我 那么 如果我违抗了安拉 谁能保证我不受他的惩罚呢 你们只能使我遭受更大的损失 我的宗族啊 这是安拉的母陀 可以做你们的迹象 所以你们应当让他在安拉的大地上吃草 不要伤害他 否则 临近的惩罚将袭击你们 但是他们宰了他 他就说 你们在家里享受三日吧 这不是骗人的应许 当我的命令降临的时候 我因为从我发出的慈恩而使撒利哈和同他一起信道的人脱离当日的耻辱 你的主却是智强的 却是有权的 呐喊袭击了不义的人们 顷刻之间 他们都将扑在自己的家里 仿佛他们没有在里面住过一样 真的 塞莫德人却已否认他们的主 真的 愿塞莫德人遭毁灭 我的众识者已带着喜讯降临一步拉新 他们说 祝你平安 他说 祝你们平安 他很快就拿来一支烤毒来 当他看见他们不伸手去取毒肉的时候 他认为他们是奇怪的 他对他们觉得有点害怕 他们说 你不要害怕 我们却是被派到鲁特的宗族去的 他的妻子站在一旁笑了 我就以伊斯哈格和在伊斯哈格之后的耶尔姑白向他报了喜 他说 多多怪事 我这个老太婆还会生孩子吗 这是我龙中的丈夫 这却是一件怪事 他们说 难道你对安拉的命令感到惊讶吗 愿安拉的怜悯和幸福降临你们全家 他却是可赞的 却是光荣的 当畏惧离离开伊布拉辛 而喜讯降临他的时候 他为鲁特的宗族而与我的众使者争论 伊布拉辛却是宽人的 却是慈悲的 却是悔悟的 伊布拉辛啊 你避开这争论吧 你的主的命令却已来临了 不可抵御的惩罚必定降临他们 当我的众使者来到鲁特家的时候 他为使者们陷入南境 他无力保护他们 他说 这是一个艰难的日子 他的宗族仓促的到他的家里来 他们向来是作恶的 他说 我的宗族啊 这些是我的女儿 他们对于你们是更纯洁的 你们应当敬畏安拉 你们对于我的客人们不要使我丢脸 难道你们中没有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吗 他们说 你却已知道我们对于你的女儿们没有任何权利 你确实知道我们的欲望 他说 但愿我有能力抵抗你们 或退避到一个坚强的支柱 他们说 鲁特啊 我们却是你的主的使者 他们绝不能伤及你 你应当带着你的家属在五更出行 你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要回头看 但除你的妻子外 他将与他们同遭毁灭 毁灭 他们的时间是早晨 难道早晨不是临近的吗 当我的命令降临近的 当我的命令降临近的时候 我使那个市镇天翻地覆 我使预定的连续的陶石像雨点般的降落在他们身上 那些陶石是在你的主那里打上标记的 他并非远离不易者的 我却以派遣迈德燕人的弟兄舒阿补去教化他们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应当崇拜安拉 除他外 绝无应受你们崇拜的 你们不要用小豆和小秤 我的确认为你们是昌盛的 我的确怕你们遭受为困日的惩罚 我的宗族啊 你们应当使用充足的豆和公平的秤 你们不要恪扣他人应得的财物 不要在地方上为非作歹 残存在安拉那里的给养 对于你们是更好的 如果你们是信誓 我绝不是你们的保护者 他们说 舒阿补啊 难道你的祈祷命令你让我们放弃我们的祖先所崇拜的偶像 并命令你教我们不要自由地支配我们的财产吗 你却是宽人的 却是精神健全的 他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告诉我吧 如果我是依据从我的主将士的名正的 而他曾将他的加美的吉阳赏赐了我 难道我肯违背他的命令吗 我不愿和你们背道而驰 我禁止你们犯罪 我就不犯罪 我只愿尽我所能从事的改革 我的成功全平安拉的援助 我只脱靠他 我只皈依他 我的宗族啊 你们绝不要因为反抗我而使你们遭受鲁哈的宗族 或呼德的宗族 或撒利哈的宗族所遭受的惩罚 鲁特的宗族 灭亡的时代 离你们是不远的 你们应当向你们的主求饶 然后 向他悔过 我的主却是至词的 却是至爱的 他们说 书啊补啊 你所说的话有很多是我们所不理解的 我们的却认为你是我们中的一个弱者 假若不为你的家族 我们势必是基尼 你对于我们并非是尊贵的 他说 我的宗族啊 难道我的家族对于你们比安拉还尊贵吗 你们把安拉当作你们背后的器物 我的主却是撤知你们的行为的 我的宗族啊 你们按你们自己的方式而工作吧 我却是按我的方式工作的 你们将知道凌辱的惩罚降临谁 而且知道谁是说谎的人 你们期待着吧 我将同你们一起期待 当我的命令降临的时候 我因从我发出的词恩而拯救了书啊补和同他在一起信道的人 呐喊声袭击了不义的人们 顷刻之间 他们都浮扑在自己的家里 仿佛他们没有在里面住过一样 真的 越迈德燕人遭受毁灭 犹如塞默德人遭受毁灭一样 我却以派遣穆萨带着我的许多迹象和明正去 教化法老及其贵族 但他们顺从法老的命令 而法老的命令不是正确的 在复活日 法老将引导他的百姓 而将他们引入火域 他们所进入的那个地方真恶劣 他们在今世受诅咒 在复活日也遭受诅咒 他们所受的援助真恶劣 这是已遭毁灭的那些市镇的消息 我把它告诉你 那些市镇有废墟游在的 有荡然无存的 我没有亏待他们 但他们亏待自己 他们是安拉尔祈祷的众神灵 当你的主的命令降临的时候 对于他们无济于事 只能使他们更受损伤 当你的主毁灭不义的市镇的时候 他的惩罚就是这样的 他的惩罚却是痛苦的 却是严厉的 对于畏惧后世惩罚的人 此中却有一种迹象 那是世人将被集合之日 那是世人将被证明之日 我只将他斩缓到一个定期 在那日惩罚将要降临 每个人须经安拉的允许才得发言 他们当中有博命的 有幸福的 至于博命的 将进入火域 他们在其中将要叹气 将要哽咽 他们将天长地久地永居其中 除非你们的主所抑郁的 你的主却是为所欲为的 至于幸福的人 将进入乐园 而永居其中 天长地久 除非你的主所抑郁的 那是不断的赏赐 你对这等人所崇拜的 偶像 不要怀疑 他们只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崇拜 我必定要把他们的份儿完全无缺地赏赐他们 我却一把经典赏赐穆萨 但人们对那不经典有分歧 假若没有一句话从你的主欲先发出 他们必受裁判 他们对于他却是在使人不安的怀疑之中 你的主必使每个人都得享受自己行为的完全的报酬 他却是撤知他们的行为的 你应当按照天命而遵循正路 与你一起悔过的人 也当遵循正路 你们不要过分 他却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 你们不要倾向不易的人 以免遭受火刑 除安拉外 你们绝无保护者 然后 你们不能获得援助 你当在白昼的两端和出更的时候谨守拜公 善行必能消除恶行 这是对于能觉悟者的教会 你当坚忍 因为安拉必不使行善者徒劳无仇 在你们之前逝去的各世代中 有德者为何不禁止众人在地方上作恶 但他们中我所拯救的少数人处外 不易的人们追随他们所享受的豪华生活 他们是犯罪的人 只要那些市镇的居民是善良的 你的主就绝不会强制地毁灭他们 假若你的主抑郁 他必使世人变成一个民族 他们将继续分歧 但你的主所怜悯的人除外 他为这件事而创造他们 你的主的判词已确定了 我势必以人类和精灵一起充满火欲 关于使者们的消息 我把它告诉你 用来安定你的心 在这些消息中 真理以及对信使们的训诫和纪念已降临你了 你对不信道的人说 你们按你们的方式而工作吧 我们却是按我们的方式而工作的 你们等待着吧 我们却是等待的 天地的优选只是安拉的 一切事情只归他 故你应当崇拜他 应当脱靠他 你的主角不忽视你们的行为 estate 诗객 快乐 一会 诗 Febru